轻松育苗 避免育苗常见的错误 大家好,我是子力 今天是2022年的4月15号 在我居住的麻州棕六地区 现在正式开始育苗喜热蔬菜的时间 特别是瓜类 比如苦瓜 冬瓜 丝瓜 还有一些瓜类 可以等到4月底再下种 比如南瓜 黄瓜 西葫芦 挤热的豆角 比如云豆四季豆长江豆 要耐心等到5月中直播 或者提前两周育苗 一些矮生豆角 比如罗马豆 4月底5月初直播 最近经常听到 有朋友在问 为什么我下的种子不发芽 为什么我的苗长得细细长长 为什么我的苗突然死掉了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避免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首先来说说 为什么种子不发芽 种子不发芽 通常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种子不好 种子不成熟 或者储存时间太久 都会影响种子的发芽率 所以要选择靠谱的种子来源 或者事先了解发芽率 二、育苗土不对 用挖的原土 或者堆肥土育苗 可能不好 容易生虫发霉 或者烧苗 一些有机的盆栽土 也不太适合用于室内育苗 专用育苗土 可以买来直接用 但是由于肥力低 在育苗后期需要补肥 一般的盆栽土 Potting Mix 也可以用来育苗 如果买大包装 价格比较便宜 我比较推荐 Promax系列的压缩包装的土 用来育苗 在Walmart Home Depot 或者一些Garden Center有卖 注意 我这里说的是育苗土 和种植土的选择标准 是有不同的 三、温度湿度不对 各种蔬菜的最佳发芽温度 是有差别的 比如丝瓜、苦瓜、冬瓜 需要比较高的温度才会发芽 而豌豆、萝卜、菠菜等耐寒蔬菜则不需要 这里我列出了各种蔬菜种子的理想发芽温度 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的室内温度不够高 也没有用加热电育苗灯 那么更应该推迟时间育苗 或者选择连续几天晴天的日子播种 让太阳和温室效应 帮助把土壤温度升高到需要的温度 种子发芽也需要一定的湿度 下种后要保持土壤湿润 但是也不要太湿 以免浪根 四、播种的深度 种子埋太深可能导致芽冒不出土 一般来说种子越大的埋得越深 比如大的瓜豆类种子可以埋深一些 种子平放大概2至4厘米 西红柿茄子辣椒种子稍微浅一点 大概1厘米左右 生菜莴笋、季菜等细小的种子 用一些育苗土和种子混合 撒播在土表会比较均匀 五、动物和虫子捣乱 直播种子时 如果担心有动物或者地里的虫子 吃种子或者幼牙 就要有防护措施 下面谈谈幼苗土壤的两个主要原因 一、光照不够、通风不好 冒芽后一定要立刻放在有充足的光线的地方 才能避免土壤 如果之前是用盖子保温保湿的 那么出芽后最好去掉盖子 盖子兼满水气会降低透光 如果你是喜欢用湿纸巾催芽的 露白之后也要尽快移植到育苗花盆里 潮湿低光是发豆芽菜的环境 也是出现高脚苗的主要原因 经常搬出去吹风晒太阳 可以帮助苗长的矮状 已经细长的苗可以试试陪土或者换盆的方法扶持幼苗 二、播种过蜜 苗太挤又不舍的建苗是苗细长的另外一个原因 下种子的时候种子播得稀一点 不但可以节省种子 而且移栽时对苗的损伤小 缓苗时间短 下面来谈一下苗猝死的原因 有时候发现又苗一下子粘了 如果是因为练苗太过或者是土太干了 浇水后休息一下又重新站起来那就没事 有时候发现土壤是湿的 叶子也没有冻坏 但是苗突然粘了 这很可能是土壤或者根出了问题 一般是因为过于湿冷土壤里产生了真菌 也就是老外说的damping off 发生这种情况后很难补救 只有靠预防 预防措施包括用干净的土和花盆育苗 避免土壤处于湿冷的状况 最后我再强调和总结一下育苗要点 一、合适的温度和湿度是种子发芽的必要条件 二、足够的光照和通风是避免苗土长的方法 总而言之就是要提供给幼苗的良好生长环境 避开各种stress 所以不要找育苗早下地 特别是洗热的瓜果类 不要强跑 容易遇速而不达 好了 今天关于育苗的讨论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后 可以避免育苗过程中常见的一些错误 顺利育苗成功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